天下之大,这种人,又有急许呢? 六月六日,四更,星月照耀,微微可变,乘着马车抵达了皇城。 皇城大门打开,除了平常示威,还有一批假事,莫不作声的笔直站着,个个面无表情,手按刀柄。 是法镜之力,马车上穿着道袍的真人都是下车,才一下地都是一皱眉。 这法镇并非是福镇,本质就是领域,就是龙气占绝对有势而形成的压制。 诸位真人请进。 宫门拧到左右,就见着两个太监手里,带着十几个内侍掌着灯,见着来人就急步上前说着,并且转身而去,不再言语。 众道人就跟着进了去,太极门,内侄门,凤天门,拧着到了一处大殿,就听得鼓乐声大作,大门栩栩而开。 其实道法险胜之后,皇宫的宏伟并不算稀罕,道宫修的金碧辉煌也是正常,只是此时大门一开,庄严送目之感,弥漫而出。 诸位真人请进。 略战了一下,就由道官出来,横笑引手说着。 众道人这时都是依依攻身,亦步亦居进殿。 此殿有着厚重穷雨,地上铺着金砖。 殿雨深邃,过道壁上都点着蜡烛,上百只蜡烛使着明亮。 一个穿着青色法袍,戴着明珠法冠,系着白玉腰带,看上去不过中年人,双臂微白。 此人出来,下面道人都知是朝廷道宗正,正二品道官,当下都是鸡手。 见过宗正,宗正还礼笑道。 众位真人免礼,本次论道分张论和御论,不知各位真人可有意见。 殿内当然没有意见,上位者的时间非常宝贵。 昆仑道卖来了十一只,总计有五十九人,蓬莱有七人。 十二只道卖总计六十六人,皇帝当然不可能听这么多人一一辩论。 因此,虽延道论,实际上也是和科举差不多。 先章论,选出代表,再在御前论道。 见众人无话,这宗正一笑。 一挥手,只见历史,就将六十六章考案,整整齐齐摆放在大殿上。 这殿,宏大深邃扩大,本是殿世时容纳共识,别说六十六人,就是五百人都绰绰有余。 王隋也依序入座,却不由一笑,心想,这感觉怎么和殿世差不多。 而内侍默默伺候,一切完毕,就听着宗正宣读。 制曰,朕自成寺大同,素也不倦,当修正道而施于海内。 众真人清修玄妙,必能使朕分忧。 请明珠于边,属于大道,今此。 王存也一听,就知道自己猜测的没有错,虽是论道,但皇帝既没有询问怎样长生不老,也没有询问彼此道卖幽烈,却是正经求问,经世致用。 这意思很简单,你们道门对我设计政治,又有何用也? 听到这题目,很多人心里都是一缩若有所思。 王存也却显得异常从容安详。 一艳寻墨,香气迎笔,闻着这些不由笑了。 地球上,朝廷为什么选择儒家? 为什么道士两家始终都没有上台面,不能受到国家正典祭祀和承认? 有段话,虽是朝廷和官员角度,但说的还是非常明亮。 道士自有玄妙,非是无业,为其不是修制天下生民生业的大道,所以朝廷弃智不论,甚至亦然霸智。 天已如为正统,晚然日月,又譬如五谷养生育人,道士晚然兴朱, 又譬如药时,可以小数,辅佐治道。 至于以道士和尚之流,偶有神通,不过是为排忧罢了。 所谓排忧,就是戏子、婊子之类。 实际上,本质就是形成不了一套行之有效、自圆其说的统治学,自然就无法上得台命。 道法显胜后,无论是天庭、道门都获得了强大的力量。 力量的确是至高无上,可以使天庭和道人获得真正尊重。 但符合天庭或者道门的统治理论是什么? 暴力可以夺取政权,却不能治理政权。 总不可能就是清静无为,万物自化,或者不得不奔造被打倒的儒家这套。 这就是大道,是届时关系、天庭或者道门统治世界的合法性。 但受到历史局限性,以及时间太短暂。 这在场的道人,绝无可能在这殿里凭空形成一套完善的道之治政学。 实现学或者天庭有着治理的理论基础。 可以说,一开始,胜负就已经决定了。 想到这里,王存叶子竹管笔轻轻移动。 笔尖在宣纸上流动,典雅小凯就流淌而出,字字清晰。 国之本,舍智气无以也。 滚万物之行,齐气扬扬,古贵贱都禀于气壶。 气有薄厚,可以扶取。 过之,或生于母,或必发焰。 少之,木刻于土,即必溃之。 知之而至,伟之圣人。 抚天地古今,万民万朝,各有其法。 或钦目不足,以示广恩。 或礼法未定,以示化成。 或青瑶薄税,眷克农丧。 每于朝盒论利弊都有取舍, 而过百年,皆不能安齐业,或威仪。 此殿深邃,众人都在考虑, 却见着王存也执笔就写, 自汇聚一种奇妙韵味, 不由人人脸色微病。 王存也脸色平静。 论贤,论理,论人, 圣贤论之,而无独论其妓。 万物有妻,无官之而论。 贫贱者妻前,富贵者妻身。 无闻者妻薄,广明者妻后。 何也,夫妻,以食物而有之。 请纵观之,有定业者有妻, 匹夫受益甜而得养之。 义相患, 仅夺其业而观之, 损。 任何理论都必须有个立足点, 王存也就是以气来当这个立足点。 在卷子里,他精当写着, 气不是凭空而来, 是占有的资源, 以及影响力的反应。 资源和影响越多, 其气越多, 反之就越少, 并且气会反作用, 影响着生存和发展。 这还是地球未灭。 而在这个道法险上的世界和时代, 气运的作用更可直接视为能源, 视为命脉, 视为力量。 王存也抓到这点, 就可以说抓住了天庭, 道门, 甚至朝廷的核心。 至于怎么样证实, 现在道法险胜, 能观气者不计极数, 随便找个人出门观看下, 就可证实。 由于气的这种准确对应性, 因此就比任何统计数据都精确, 百姓必须保持多少色泽, 多少气, 才能活下去。 各利益阶级又要怎么样分配, 才算合理, 这一切都建立在气的制衡和流动上。 道法险胜三百年, 原本统治理论都过时了, 有危机感认识到必证, 希望找到新的大道的人很多, 但万物都有发展过程, 加上与邪神的战争, 导致这点时间还不足以诞生一套新的理论。 王存也趁这个机会写出来, 必可传扬天上天下。 王存也在结尾处写道, 事故治正之药, 在于气之损意。 写完最后一个字, 自然没有什么百胜其名, 字字迸射, 大方光明之说, 一切都是力量和利益, 哪里圣贤会跑来认可新说。 因而说新约, 旧约的人恨之入骨, 硬是定死了他。 某事说是法, 印度旧天宫动摇, 符合了圣道又怎样, 仙人不杀不罪, 已万年难闻了, 至于喊着, 超越我者, 必此人也。 跑来奉承, 简直是天下笑话。 也许日后这篇文章, 被一晚人众目, 被天庭朝廷实行, 才会汇集海洋一样的伪力, 显出众多意象, 但此时不过是微微闪着清气罢了。 当然, 这篇还没有这份量, 王存也写完, 事已完成, 就有官员上前收王存也的卷子, 说道, 真人请出殿休息, 自有人自豪。 王存也到这时, 不过一刻时间, 许多真人都还没有开题, 都是有些目瞪口袋。 玄宗这时, 正提笔写着, 福大道也, 在人主清静, 清静自安, 而万民自化, 万民自化, 而胜德自生。 见着王存也, 已经完成初句, 莫名其妙, 心中不由一尘, 不过, 这人到底是道心坚定, 定了定神, 又提笔下去。 古人主要治大国, 必崇大道, 去奢华, 回朴素, 归内地。 满殿聚迹, 只有王存也远去的脚步声, 隐隐传来。 到了侧殿, 还不是午宴时, 就由侍女迎接, 请着坐了, 奉上茶。 王存也自顾坐着, 喝起茶来, 对面的少女, 看上去十五六岁, 肌肤白皙, 面容秀麟, 后宫女人, 还是有点励志, 连这个看上去低级宫女, 都还不错, 不像地球上的清朝, 故意不选美人, 据说是怕皇帝尘祸女色, 因此形成了奇葩, 新宫女人, 特别是后级女人, 个个都在平均线以下, 甚至多有胖错评, 王存也也不知道, 自己为什么会突然想着这些, 上品茶叶的清香, 随着水汽阴晕上来, 庆祝心神, 世人微醺, 也许就是这样想到的吧。 靠着背, 王存也若有所思, 这次变道结束, 就要立刻晋升帝仙, 在这个世界上, 如果按照科举来说, 仙道里, 人仙就是童生, 鬼仙就是秀才, 虽有功名, 却还微不足道, 但帝仙却已经是举人, 进入此阶, 名分地位就完全不一样了, 按照道门臣服天庭时的契约, 帝仙在受道门道路时, 还会受一条天庭天路, 别小看这点, 这说明不仅仅是道门的人, 也是天庭的人, 就基本上出师了, 具备一定程度的自由权, 道门可以处置, 但也必须按照规矩来, 这就是一张护身符。 凤仙殿, 此凤仙殿不是仙祖的意思, 是仙贤的意思, 就是供奉仙贤的殿堂里, 提拔新科见识, 此时道论也是这里提拔, 六十六份考卷不必迷风, 直接由内阁大臣观看, 并且在场还有两位地仙真人, 这时殿里香烟鸟鸟, 其为内阁大臣开始阅读, 六十六卷多不多? 不多, 一场正规电视经常有几百份, 更加不要说道士终究不是进士, 在内阁大臣眼中, 这些文章都非常粗闭, 一扫就能看清, 内阁首相吴子哲坐在椅子上看卷, 脸上带着笑意, 其实仔细一看, 隐藏着冷闭, 六十六位真人的道卷, 至少有三成抄袭道经, 完全不知所云, 可谓无知无能, 又有三成迂福可笑, 打探玄之幼玄, 实无一字能有意设计, 能有三成言之有误, 不过都是清静无为, 胜德自画的老道, 没有任何新颖, 也落实不了设计, 有的虽用词鼎雅, 花团紧错, 也脱离不了这个圈子, 哼, 倒是低低, 果不其然, 无子者冷冷地想着, 要经事之用, 还是必须我如假, 天运流转不会不变, 只要是回到原来, 我倒还是必兴, 想到这里, 他随手又取出一篇, 第一眼看去, 咦, 此子书法还算成不得价正一个字, 对朝廷大臣来说, 真人的书法也是笔薄的对象, 王存叶已经算是不错的了, 不过才看下去, 小荣就脸去, 继续看, 越看越心凉, 拿着卷子的双手都在颤抖起来, 脸色更是铁青, 一种冲动敦促着他, 撕了他, 撕了他, 不过, 就在这冲动就要实施时, 下面残职正是见首相惊怒, 不明所以, 问他, 相国, 有什么不妥吗? 无子者白眉一动, 古井一样深邃的眼, 凝着不动, 争了两脚才坐回座椅, 默不作声, 把这篇文章交给了左城, 惨之正是张楠信件了, 不动声色结果跃卷, 一刻时间读文, 只觉心血, 潮起欲喷, 同时脸色铁青, 知道为什么首相会有这样失态, 这个世界也曾有过诸子百家, 许多思想都是真知灼见, 深刻起事, 但都形成不了一套统治理论, 以道门来说, 虽然道法险胜后具备足够力量, 但核心思想还是泛泛的小帮寡民, 清静无为, 离用围体, 这些当嘴炮是可以, 要真实用, 就一点用也没有, 而莫子的非公, 奸爱, 当成道德杀人还可, 要是用到实际上, 更是祸国殃民, 不攻打, 不镇压, 哪有政权, 还有兵家, 纵横家, 明家, 都是一部分领域, 补成体系, 只有儒法有着统治理论, 但法家严酷, 失了道德, 因此儒家得胜, 没有半点侥幸, 本以为就算道法险胜, 但精士致勇, 还得儒家, 这也是苦苦挣扎的儒家弟子的心理支柱, 不想这篇文章, 国之本, 舍之气, 无疑也, 就以气的角度, 不但和大道相通, 更有着具体的运转方法, 形成了一套统治理论, 此文虽出处, 还谈不上完善, 却根本动摇了, 这个世界儒家的统治地位, 一时间店内静谧非常, 同贺口吐异象, 张南信脸色惨白, 两手速速发抖, 突然一鸣笑, 将这文章撕碎, 就要揉成团, 吞进肚里, 不想出这种事, 顿时群臣大化, 有人惊怒, 有人动容, 有人不知所以, 只有吴子哲呆坐不动, 却也没有颜色, 住手, 不过这时, 地心真人却也不是吃素的, 就算有着法进之力, 可地心炼化肉体, 生生不坏, 岂是能完全束缚, 当下只是一挥手, 还在吞食的张南信, 顿时僵力不动, 而这真人皱眉上前, 将这丝成几十片的纸张, 一招, 顿时纸片纷纷汇集, 再用手一抹, 顿时大瓣恢复, 才一跃上去, 这地心真人就脸色阴沉, 看了这个张南信一眼, 这时, 吴子哲才晃过神来, 说道, 这吞下去又如何是好呀? 这如何是好? 哼, 这真人冷笑, 看着上去, 这时张南信已经镇定下来, 闭目不语, 一副慷慨就义的样子, 不由更是冷冷一笑, 挥手就是一巴掌, 啪的一下, 一巴掌过去, 本气定神仙, 面不改色的宰相, 顿时鲜血飞溅, 一排牙齿飞了出去, 还没有等到他醒悟过来, 一脚又是踢了上去, 踢在肚子上, 扑得一口鲜血喷出, 不知使了什么法术, 原本吞下的纸条, 已吐了出来, 顿时堂堂帝国宰相滚在地上, 和狗一样, 眼前这一巴掌, 这一脚, 整个殿堂内的宰相都脸色大变, 吴子哲再也忍不住, 喝倒, 你敢, 你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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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敢, 随着这一巴掌, 这一脚, 随着首相震怒, 这殿里龙气顿时升起, 一个威严统于天地的凛然之意, 笼罩了四方, 隐隐有着阵阵杀意, 又有着金色的锁链, 就要将这冒犯朝廷的地心, 给予制裁, 这种紫色的龙气, 是目前提炼出的朝廷最高级的戏运, 要是道法险胜前还罢了, 无法伤害肉体, 但这时却完全不一样, 本质上它就是和道君相当的力量。